董存瑞其实临死之前说的不是为了新中国前级 说董存瑞牺牲之前说的一句话 说当这个版本我觉得还有点依据的 他说当时去炸那个桥的 炸跟董存瑞去炸那个桥的时候去了两个人 一个是董存瑞 还有一个是河南人 因为那个河南人的名字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给他起个名叫河南人 给他起个名叫河南人干嘛你说 去炸的时候 当时因为他要炸那个桥 就这个炸药包要紧接那个桥面 要不炸不老怎么办 所以当时没有支撑点 因为他要撑住那个炸药包 这个炸药包怎么放都放不好 放到哪都不行 他需要一个支撑点 结果河南人特别聪明 说小董你还用手拿着炸药包在那等我 我去就回 我找个棍 咱们把这个炸药包给顶起来 咱们就可以跑了 结果河南人跑了 再也没有回来 冲锋号吹响了 所以董存瑞最后把举着手 把炸药包给炸了 后来很多人在网上说 董存瑞临牺牲前说的一句话叫做 不要相信河南人 这个事不知道 但是我听说这个逻辑性更强一些 你发现没有